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來說 歡迎收看 來自新的四支星際怪團 OK 各位朋友 又到了畢業季了 韓國有一個一群高中生 他們去畢業旅行 結果住進了一個老舊的旅館 結果同行 其中一位同學不堅棄 從此離奇失蹤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待會再告訴你 今天我們怪團座標 鎖定在哪裡呢 鎖定在 畢業旅行遇到鬼 好的 注意聽了 因為馬上大家要到畢業旅行了 歡迎怪團先生 藝人 真奇怪 真奇怪 新的怪團給你 是滿滿的奇怪 大家好 我就是從小偷變大小的 X-Man藝人 學生畢業旅行好嗨聲 但是一進門就亂撒眼泥 不僅沒辦法 驅魔除煞保平安 反而得罪的惡靈 猛鬼反撲 國內玩不夠 臂履前進大馬 靈影大本營 雲頂 烏鴉嘴同學好得不靈 壞得靈 不論高塔 自由落體 夜遊冒險還是躲喵喵 熱氣的阿彪同學 統統做會不脫隊 另外 半夜說鬼故事 竟然接到來自地獄的鬼奶店 不要害怕 記得召喚我 8-Man藝人 我會縮小來拯救你喔 縮小... 縮小... 你怎麼打在我肉上面了 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謝謝 這是一般 好 來 畢業旅行住宿 然後呢 這些人的神經病 結果呢 就惹了人家 非常憤怒 這是怎麼樣的一個神經病 這個是有關畢業旅行的 靈異傳奇 一般畢業旅行就是會幾個人 分成一組... 比較好管理啦 那他們這一組的這個組長呢 就是這個阿全 算是隊長 那就是Check in嘛 領了鑰匙 領了鑰匙呢 就上樓了 阿全正要開門的時候 板叉呢 因為對這方面比較有研究 是... 他就說停 先不能進去 對 沒想到這個板叉呢 配備很齊全 包包裡面呢 拿出什麼呢 鹽巴的那個小包 然後那個黃色的符紙 然後就說這個要處理好 大家住進去比較安心 那鹽巴那個小包的鹽巴拿著 然後黃子呢就接在門上 開始呢口誦佛號 那旁邊的人呢就看著他 弄吧 反正了不起一分鐘嘛 沒想到這個板叉呢 就在這個旅館門口 辦起法會來了 好瘋喔 那旁邊這個機關槍呢 就受不了了 忍耐了五分鐘 就把那個鹽巴 鹽巴那個小包那個搶過來 拜託的啦 你不要這邊搞得這麼 大事周章 勞思動眾 不必這樣啦 隨便灑一灑就好了啦 就把鹽巴撕開 砰就往門前灑 一灑下去喔 剛好那個小B呢 是最靠近門 門孔的地方 那個鹽巴一灑到厚重的門板呢 他就感覺到一股濕冷的那個 陰風呢 就過來 他就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那既然被他這麼一搞 法會也結束了 那阿全呢就拿出鑰匙 要進門了嘛 那個鑰匙一插進鑰匙孔 左轉 門推不開 會不會轉錯方向了 右轉 會不會轉錯方向了 也推不開 左轉 右轉 門都打不開 就是不開 那這個時候板叉就說 這樣子好了 一定是剛剛你亂撒鹽巴 亂搞 我們一起喔 來一起跟我念佛號 看會不會有幫助 再弄 又再弄 又辦了一場法會 他說也奇怪喔 一念完以後呢 那個門呢 本來不是打不開嗎 壓的一聲 自己開了真可怕 那進去以後呢 想說剛剛喔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恐怖的狀況 所以呢 還是一切遵循古法 該做的都做 比方說牆上不要掛衣服啊 衣�要打開啊 拖鞋喔 亂放 亂放 不要放整齊啊 床拍一拍啊 這些都在弄 小B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怎麼了 他一直覺得隱隱約約喔 隱約 可是呢 他想要仔細看 那那張臉就會不見 可是隱隱約約當中 他覺得那一張臉喔 腐爛的臉 充滿了血水的臉 始終在盯著那個 剛剛亂灑鹽巴的那個機關槍 那小B是比較成熟圓榮的人 就也不特別去聲張這個事情 只是叮嚀自己要小心一點 好啦 那接下來他們 那個一伙人就說要去逛逛 那小B就覺得自己很累 先瞇一下 然後再看他們在哪個夜市的點 再去找他們就好 那小B呢 躺在床上 那真的可能是夠累 因為在遊覽車上面呢 大家嘻嘻哈哈 他也沒有時間睡覺 眼睛剛閉上喔 就覺得房間傳來 奇怪的聲響 那感覺像是 恐怖片的那種聲音 這樣子 房間裡面 怎麼會傳來這種聲音 就是很恐怖的哀嚎聲 他就稍微 睜開一點點眼睛 露出一個縫這樣子 那個聲音來自哪裡 來自於電視上 電視自己打開了 電視打開 在播的畫面是什麼 在播一個畫面就是一個女生 被那個 那個 殺到臉 融絲 融絲完以後整個臉就腐爛 然後接著呢 就定格在那個腐爛那個臉 那腐爛的那張臉呢 跟他剛剛眼角的余光瞄到的呢 是一模一樣的 他嚇死了 然後呢 屈前 眼睛閉著不敢看電視上的畫面 想盡辦法呢 那個電視側面有那個開關嘛 一直要一直按一按 按不掉 然後想想剛剛進門的時候 那個扳插的那個方法 就開始 這尾唸的九九八十一次 砰 才把那個東西關掉 那想說真可怕 人家都說遇到這種事情 也不要慌亂 悶在棉被裡面 等待天亮吧 然後過了一個小時 那些機關槍什麼 那個阿犬啊 就那個板叉 就回來了 買了一堆炸魷魚 搞得整個屋子呢 都是魷魚味這樣子 然後他們把小B咬醒說 那你不是要跟我們去逛啊 也沒來在那邊 繼續在那邊睡你的焦 你真的是睡神 還在虧他 那小B就說 你們不要再跟我扯那些 他就約略盡量委婉的 不要講得太誇張 把剛剛那個發生的狀況 講給他們聽 那聽了他們也是毛毛的 那他們就決意說 今天晚上喔 不得安寧 這樣子好了 跟當兵一樣喔 輪流守夜好了 其實有什麼狀況呢 大家負責教訓大家 張衛兵 大家就排班了 那阿犬你是隊長先 然後接著換這個 剛剛給人家亂撒眼的機關槍 那機關槍完了之後 換小B 小B完了再換板叉這樣子 好 大家就排好了 那小B就值那個 三點到四點的哨嘛 所以他就可以先睡嘛 不曉得睡了多久 那小B一直聽到 有奇怪的聲響 感覺是那個機關槍呢 在哀嚎的聲音 然後小B就悠悠的轉型 看看鎖錶 他應該在三點的哨 可是已經三點四十了 他睡過頭了 那機關槍 那機關槍為什麼也沒叫他呢 等到他整個清醒 整個起床 發現那個機關槍 跟那個受風喊一樣 窩在那個門旁邊 然後一直在那邊發抖 然後嘴巴喃喃自語 這是報應 然後接著又變成女生的聲音 我好痛 我好痛 為什麼沒有人來救我 然後接著又變成男生 這是報應 這是報應 這很明顯是機關槍的角色 然後那個說 我好痛 沒有人來救我 很明顯的是另外一個 女生的聲音 那小B想說還得了 就把大家都叫醒 那大家看到機關槍 有縮在那邊 怎麼會那麼古怪 接著呢 旅館的這個地毯上面 本來是應該是乾的嘛 這個時候開始 從那個地毯上呢 滲出那種有點 濃稠的液體 那種液體呢 黃黃的 可是又帶著很嗆的那個味道 說穿了啦 其實可能就是 濕水融合的鹽酸 那種感覺 那機關槍整個呢 在屋子裡面跑來跑去 那突然又講了一些 我對不起你啊 我不應該這樣怪話 這些怪話 那一堆人把它壓在床上 然後就真的只能這樣 眼睜睜的 讓這種恐怖的情緒 一直蔓延 那也沒辦法 然後一直等到天亮 那有人去通知老師 其他同學都過來關心 先把這個機關槍呢 結束行程 鑽車把它送回家 所以他們就繼續這個行程 畢業旅行結束以後 他們呢 再去探望這個機關槍 機關槍已經被他們的父母親呢 送去那個高人那邊 送去師父那邊了 原來機關槍在幾世以前 就跟他在房間碰到的那個女生 是男女朋友 那機關槍呢 為了求道 就拋棄了這個女生 因為自己呢 他想要變成一個 一個有修為的一個 修行之人 對 所以這個女生呢 就哀那個傷心欲絕 當中 從那以後過了幾世 這個女生呢 的感情都非常坎坷 要嘛被人家劈腿 要不然就喪吊自殺 為什麼在這個飯店裡面 會遇到這個怪事 為什麼 因為到了這一世以後 就在五年前 這個女生就在這個房間 被他當時的男朋友殺害 殺害完了以後呢 那個丟進浴缸裡面 鹽酸融屍 是 那人死後這樣 人家說死人子嘛 人死後 那個失去會很混亂 他始終覺得 他這一切的厄運 他這幾世來的坎坷流離 都要歸咎於 在幾世以前 機關槍造成的 所以就很小 而且機關槍他們畢業旅行 正好就是會投訴到 這樣一個飯店 一切都是巧合 然後就會被他造上這樣 是... 可是他是去修行 這道理講 修行是一個滿偉大的事情 對 但是沒想到他的背後 居然有這樣子一個 那就是佛家講的 這就是夜報 就是因果循環 就是我們可能 對不起一個人 那他修行他的也OK 可是可能沒有去做一個 什麼彌補補償的措施 沒有善後 對 沒有善後 接下來 志偉哥 每次帶來的都是非常恐怖 這一次帶來是最後一次 畢業旅行 對 出發前的告別變成絕想 對 這就是您個人的 不是我個人 嚇死我 我一個朋友 沒有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有一個朋友 他其實非常喜歡自助旅行 而且他都是一個人 然後他就有一次去了西藏 那西藏去了大概半個月 回來之後他的人就怪怪的 他就變成說 他以前是那種 就很大啦啦 然後講話是那個男生 就開朗 對 他很開朗 然後很愛開玩笑 到哪裡都有他的笑聲 但他那一次從西藏回來之後 很奇怪喔 他好像變了一個人 就包括說他在臉書上寫的文字 那或者是說 就是我們碰面 聽他講話 他就變得很安靜 然後就覺得這個人不是他 負能量增強 那他就常常在臉書上寫一些 很灰色的文章 包括就是說 他有一次做了一個測試 他說 他就寫了一個文章說 如果明天大家看不到我 你們會怎麼樣 那當然就有些人會 會關心嘛 你怎麼了 他因為他在 晚深夜的時候PO的 你知道深夜很多人都睡了 他就自己自問自答 在臉書上 就是因為我們早上起來 看到那個幾百天的留言 就是他自己自問自答 都沒有人理我 你們是跑去哪裡了 然後就一個一個點名 沈玉琳怎麼沒留言 楊皓琳怎麼沒留言 然後我們就在當天 早上的時候 就是有朋友打電話給他 他完全不記得 他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看到了這個臉書 他也覺得好奇怪 那直到有一天呢 就大家從西藏回來 差不多兩三個月的時間 他就說他又要去旅行了 那這次是要去美國的大峽谷 他到美西去玩 然後他就在臉書上面留言 他說我這次要去很久 然後呢可能我們也許 不會再見了 突然發出決別的文章 這位同學真的會在旅途上 發生意外嗎 我這次要去很久 然後呢可能我們也許不會再見了 那如果真的沒有再見面了 請你們一定要記得我 就寫這樣的文章 那你看了之後 就好像在生死一言 你知道嗎 告別 好像在告別 然後大概過了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都沒有他的消息 然後臉書上呢 就停止在 他去美國一個禮拜後 就沒有在留什麼照片 他那時候都有拍照片 可是他每一張照片都很奇怪 他每張照片都是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 他都是這樣子 旁邊沒有人 旁邊是空著的 旁邊是空著的 沒有人 所以我們想說 為什麼他都要做這樣的動作 然後在那個禮拜上面 你知道那個照片 是會讓人家很震撼 不管在什麼地方 晚上也好 他坐在椅子上面 他都這樣子 一下這一手 一下那一隻手 或者是手勾這樣子 好像有人在勾他手一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怪喔 但是問他他都不回你喔 那就大概過一個 就一個禮拜之後 就沒有在出現這樣的照片 他也沒有在留任何的言 那當我們看到 終於PO文了 是他的弟弟PO了 就寫說 我哥哥在哪一天哪一號 就是哪一天 然後在大峽谷被獲成壯死 我們才知道他其實是死掉 那弟弟就寫說 然後因為就是他的告別式 是會在中部辦 那所以我們就全部去雲林 他是雲林人 那那天去了之後呢 才知道發生的事情 是很不可思議的 他在騎重機 他騎一台重機 然後在大峽谷 那個應該是租的吧 然後在騎的時候呢 就是被一台大貨車撞死 但是這個大貨車司機的公辭 是讓他們覺得很奇怪 這個大貨車司機說 他在開車開車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是傍晚五六點 天色已經暗了 但是其實他有公路的路燈 還是有一點路燈 可是有些昏暗 這個大貨車司機呢 遠遠就看到有一台重機 那台重機就越來越往快車道偏 越來越往快車道偏 而且他偏的方式很奇怪 一般我們騎車就這樣騎 這樣子騎過去嘛 他說那個車子是 你可以想到如果說我是那台車 我一般都這樣騎嘛 這樣騎嘛 他是這樣子 他看那個駕駛的 這個摩托車的那個龍頭 是完全沒有彎的 是直接這樣子橫著 橫著好像是有東西 有外力量在拉過去或推過去 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卡車司機呢 看到這個景象就啪 一直按那個喇叭嘛 一下子就看到他啪的時候 這個車又開回去了 那他想說那應該沒事了 但是下一秒呢 他開過去了嘛 砰 這個車子明明他看到 他是已經在右邊了 他要開過去的時候 突然這個車子 瞬間出現在他前面 整個重機就被他壓過去 那我們這個朋友就當場死亡 然後這個司機說 在要撞擊的那一刻 他看到這個重機後面 不是只有一個人 他是兩個人 他以為他撞到了兩個人 整個他是 他載著一個人 他載著一個人 而且那個人的坐姿很奇怪 那個人坐姿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子坐著嘛 那個人是倒過來的 所以他是看到那個人的臉 因為他撞到之後 當然就停下來啦 可是你知道 找不到第二個人的屍體 但是這個司機說 他看到的是兩個人 但是看行車紀錄器的時候 就吊詭了 當這個行車紀錄器 在開始要看這個行車 他是被警方扣住要看的時候 包括兩個警察 包括他們三個家屬跟這個司機 都看到了一團光影 然後那團光影出現的樣子呢 的確看起來是 就是一個人影 然後他是跨坐在機車上面 然後是對著卡車司機 恐怖的是他的 他是這樣子的 你知道嗎 這裡是輪胎 他是用他的手抓著輪胎的 然後... 操縱那個... 感覺上是這樣子 你那個光影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他們看到都嚇一跳 然後嚇一跳的時候就是 就是... 所以他們都覺得很奇怪 可是對這個家族來講 反正我還是要告你 那他們在美國就要找律師 可是就覺得 一方面覺得說很麻煩 二方面是因為有一天 就是說 他們就要整理哥哥的遺物 然後因為我這個朋友 有寫日記的習慣 然後他就說 他日記裡面寫了一個 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說 他說他到西藏去的時候 然後在那邊 就遇到了一個女生 然後他就跟那個女生 就是交往 就... 感覺上像是一個 在異國洩購這樣 那那個女生是一個印度 尼泊爾 對不起 尼泊爾人 尼泊爾 他遇到一個尼泊爾的女孩 然後呢 但是在那個... 在他要離開西藏前兩天 那個女生就是 在家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 墜樓死亡了 然後 我這個朋友就很傷心嘛 那很傷心之後 他當然就回來了 最後還是回來了 然後他就寫說 他一直覺得 這個女的是 跟他在一起回來的 跟他回來的 跟他回來的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覺得 快樂不起來 那他... 對... 都寫一些很灰色的事情 他還講說 今天他到我夢裡來了 然後一直叫我去找他 然後第二天寫說 他告訴我說 他想要去哪個地方玩 那其實那個地方 就是美國的大峽谷 所以我們這才覺得說 太恐怖了 原來他拍那個照片 這樣子抱著 這樣子搂著 其實是有一個 他女朋友 他在... 對 然後媽媽也做了一個夢 就夢到這個兒子 他媽媽夢到他兒子 還跟他說 不要再為了我的事情去幹嘛 因為這一切都是我自願的 然後他媽媽就不懂 什麼叫做你自願 然後話講到這裡的時候 他媽媽就看到 沒有看到那個女孩 沒有看到那個女生長得怎麼樣 就夢裡面就看到 有一個長頭髮的女生 遠遠的 然後有光 然後一直叫他 叫他兒子走 他就跟他媽媽說 媽媽 我要走了 你們就不要替我難過了 就是我下輩子 我有機會當你的兒子 我們再當兒子 再抱的啊 對 然後就... 就跟著那個女兒走掉 然後他媽媽就醒來了 所以等於說他去大峽谷 其實都就是這個女生想去 安排的 然後這個女生叫他去這個地方 然後讓他走 讓他死掉 然後他們就一起 所以就成了他人生 最後一場畢業旅行 就很吊歸 好 這個現在的同學 真的是比我們以前幸福多 現在這個畢業旅行 都可以選國家 以前我們對不對 對 對 好遠喔 這最遠 我們那時候嘉義 我們畢業旅行就是來台北 然後把我們送到那個 那時候皇家百貨 一下車 好高喔 上車... 真的是我們的畢業旅行 那現在的大學生 他們畢業旅行就會選國家 比如說要去哪一國... 隨便他們選擇 只要大家湊足經費就可以去 那這一群人 他們當然也到了馬來西亞 畢業旅行 居然有一些 不知名的同伴一起玩捉迷場 子豐宗先生 這是誰 新加坡的八格大學生 四男四女 他們畢業了嘛 又玩得很瘋 他們就說去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有著名的度假聖地 他們就周車勞頓 到了馬來西亞 那Check in之後 還沒進房間 七個人就開始玩起來 游泳池搭來玩喔 潑水喔 瘋子一般開心 只有其中一個男生 叫做烏鴉嘴 他暈車 暈期很嚴重 所以他說他先去躺一下 他拿了鑰匙 他就插進去 打開來 沒有人 趕快關起來 怎麼給我錯的房間 還給我錯的鑰匙 去找那個櫃台理論 這欣然在玩水... 怎麼烏鴉嘴從小木屋走出來 走... 又帶著服務生走... 走回去氣喘吁吁 那服務生就開了門 什麼都沒有 就幫他插了卡之後 鑰匙給他 他就唸了服務生兩句 可是烏鴉嘴覺得 我剛才開的也是這一間 難怪我真的頭暈到 我開到隔壁間嗎 先睡再說 燈都全開 蒙頭大睡 七八點鐘 那些男生女生七個人 泳池玩得差不多 也沒有換掉衣服濕濕的 通通都起到女生那一間 四個男生一間 四個女生一間 都起到女生那一間 說要玩桌遊玩牌 女生就說 把隔壁睡覺的烏鴉嘴叫起來 一起玩 這三個男生就去敲烏鴉嘴的門 開了全部黑 烏鴉嘴蒙頭大睡 他們就把行李 丟到烏鴉嘴的頭上 醒來啦 裝死啊 來玩牌啦 女生就說 你不是知道烏鴉嘴來嗎 所以現在這個房間 女生的房間有七個人 四個女生 三個男生 他說我們剛才叫了 他們又 烏鴉嘴就進來了 所以八個人就到齊了 烏鴉嘴最後進這個房間 門一關上燈 全部關掉 烏鴉嘴你真的很烏鴉 你一進來燈就關 還是你在嚇我們 烏鴉嘴都沒有講話 這個時候本來要玩桌遊 如果說另外三個男生 我們幫他取名叫大嘴 二嘴 三嘴好了 大嘴忽然停電 我有個停電的鬼故事 就開始講停電的鬼故事 你就開始 我想上廁所還沒有換泳衣 二嘴又講了一個停電的鬼故事 好恐怖 三嘴也講了停電的鬼故事 換烏鴉嘴要講 結果烏鴉嘴就想了一下 你們有沒有想過 也許我們這八個人 旁邊的女生就說你在講什麼 烏鴉嘴說有合理 我們今天不是在車站碰面嗎 也許大嘴 你在家裡就往生了 你還是來赴約 也許二嘴 你本身剛才游泳的時候 已經淹死了 但是你現在還是來玩桌遊 有人說烏鴉嘴 你這個恐怖的點到底在哪裡 你也很不舒服 救命啊 你們有沒有聽到 有人在喊救命 大嘴就這樣說 譬如說你不要再嚇人 什麼什麼有人在喊救命 救命啊 大嘴 他喊的是我的名字 你們沒有聽到嗎 二嘴就說 我好像有聽到 有人在喊你的名字 救命啊 二嘴 又聽到 這次叫的是我的名字 救命啊 三嘴 每個人都太毛了說 聲音到底從哪裡來的 隔壁房間 烏鴉嘴 你剛才睡在我們隔壁的房間裡面 有人在叫救命 是賊吧 還是是鬼 可是你剛才聲音都沒有問題嗎 那我們先叫櫃檯 那男生就說 不要叫櫃檯 我的手機跟什麼錢包 什麼東西都在裡面 我們八個人怕什麼 我們去開門 所以這八個女生八個男生 就四男四女 拿手機啊 拿椅子啊 拿行李啊 拿各種可以當武器的東西 就慢慢走到隔壁 走到隔壁裡面的聲音就是 敲門砰砰砰砰 真的是這個房子 真的裡面有事情 叫尖叫的聲音 一直在哭鬧 一直哭鬧 比如說大嘴 你去開門了 我們真的不叫櫃檯嗎 先去開門了 大嘴就開 八個人嘛 就是大嘴開 後面圍了七個人 叫門插進去 要開之前 他聽到那個哭的聲音 實在覺得有夠熟悉 他就回頭看了烏鴉嘴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聲音好熟 烏鴉嘴沒有回話 就把門打開 裡面就衝出來一個男生 面無邪詞 哭到不行 他衝出來大家也在撿 衝出來是烏鴉嘴 所以我故事講錯了嗎 現場有八個人 裡面衝出來是烏鴉嘴 那剛才打開的那個人是誰 現場還是八個人呢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烏鴉嘴你是鞭魔術 還是你是鬼 你可能是鬼 所有人都跑到櫃檯去 這太可怕 烏鴉嘴覺得你不要留下我 所以這八個人 還是八個人 沒有九個人 通通都到了櫃檯去 那大嘴實在覺得很毛 他就把護膳服拿出來說 我們現在換房 烏鴉嘴你是鬼對不對 還是這怎麼回事 我們要怎麼解釋這一切 烏鴉嘴就說我當然是人 你們剛才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可是你們不知道我發生的事情 你們七個人在游泳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人進了房間嗎 他們給我錯的鑰匙 所以我一開門看到裡面有人 裡面的人 因為我們 我們的床男生 就是兩張床睡四個人 我一打開裡面的 裡面那張床 坐了一對夫妻坐在那邊 地上有個小孩子在玩車 我們一打開他們就看著我 我直覺我開錯了門 給我錯了鑰匙 所以我去理論 可是回來 他又開了這次的門 我以為我暈車 他應該開的是隔壁間 我一定記錯了 所以我就悶頭大睡 直到你們玩牌的聲音太大聲了 我就醒來 當我醒來那一刻 我就知道 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這個房間 我開的就是這一間房間 裡面真的有人的原因是因為 我此刻聽到你們在旁邊玩牌 我動彈不得 因為我的頭躺在這邊 那個小男生就站在這邊 這樣子看著我 拿著車 拿著車這樣看著我 我完全不能動 旁邊的夫妻 就坐在他的床上 這樣子看著我 所以我們就三個人 三個鬼 一個人在那邊 根本不能動 我就叫救命 救命 大嘴 救命 二嘴 你們都不來救我 忽然我可以動了 我就衝到 雖然我的房間是暗的 但我至少知道門的方向 所以我就爬起來 我可以動了 也不管我是不是撞到那個小男鬼 我就衝出來 往房間的門外衝 這個房間沒有門 他進來有門 但他此刻 這個房間是一面牆 他完全被圍在這個房子裡面 出不去 他只能不停的不停的撞牆 直到你們開了門我才出來 所以本來要換房間的 這八個大學生 就開始想 所以你遇到了三隻 那剛才跟我們玩牌的 到底是誰 還是只有第四隻 所以不用換房間了 我們回家吧 真的 我們現在要不要換 誰啊 換藝尼 再近一點 可怕 好 這個畢業語情 晚上的時候幹什麼呢 我告訴你 最流行就是講鬼故事 對 畢業前講鬼故事的時候 OK 真正的事情就發生了 對 因為有時候 你不知道你會叫到誰 過來跟你一起畢業旅行 那這一次畢業旅行呢 小如的班 他們這個學校來到了墾丁 那到墾丁的時候 也是四個人一間 他們進去這個旅館的時候 就覺得怎麼都沒有很新 可是也沒關係 反正學校有省錢 能夠出來玩已經不錯了 再加上晚上的墾丁 那可精采了 好玩 可是小如就覺得 無聊 不想 他想要在房間裡面 跟康哥一樣 看看電視 嗑一些滷味 就心滿意足了對不對 所以三個室友出去了 所以小如一個人就在房間 他一個人在房間也厲害喔 他看鬼片 來個鬼來電 配著滷味 這樣就不好 好有氣氛 然後吃一吃以後呢 接到這個領隊 小白打來電話 小如你怎麼沒出去啊 我不想出去 我很累啦 領隊就說 好啦 那你休息 再來吃一吃 電話又響了 那小如看了一下 這次是手機 那手機呢 沒有顯示號碼 那小如心裡就想說 該不會是家裡打來 問我現在在幹嘛 想要看我們在外面 有沒有亂搞吧 不想接 讓他想了一陣子 正要接的時候 手機斷掉了 沒接到 那也好 少一件事 正放下來的時候呢 手機又響了 接起來聽 一些喘氣的聲音 你是誰啊 也沒講話 那小如也沒多想 把手機掛掉了 想說收訊不良 收訊不好 那正在納悶的時候 其實他三個室友 也逛街回來了 那逛街回來 大家吃飽喝足 買了一些小甜點啊 冰啊什麼回來 大家就四個女生圍在一起 無聊 你在看鬼來電喔 那就來講鬼故事好了 四個女生就來講鬼故事 那小如就很開心啊 因為小如最愛鬼了 一個人在飯店裡面 看著鬼來電 現在又自告奮勇說 那鬼故事我來講 他說我們畢業旅行嘛 那我也來講一個女生 到泰國去旅行 她也是自助旅行 她去泰國的時候呢 身上沒什麼錢 自助旅行就是這樣 要省 天色已經晚了 找到一間飯店 進去看到那個老闆娘 跟老闆娘說 老闆娘 我這些錢夠住一個晚上嗎 老闆娘看了一下臉很臭 怎麼可能夠 妳在那邊泰國耶 妳以為這些錢 妳要去哪裡住啊 那個小女生說 那不然妳隨便給我一間房間好了 我只是學生 妳只要讓我待一個晚上就好了 老闆娘臉很臭 隨便給妳是不是 那就隨便啊 跟著老闆娘呢 就上了這個旅館的房間 這個小女生 然後到了這個房間裡面呢 也是眉味濕氣很重 通風也不好 光線也照不進來 那沒有辦法 錢不夠嘛 隨便一間房間嘛 床單呢 髒髒 暗暗的就算了 上面的顏色 一塊一塊不均勻的暗紅色 加咖啡色 你說不出來是茶字 還是有咖啡倒在那邊 還是什麼東西 口水吐在那邊乾了 反正一塊一塊就是沒人洗嘛 那這個女生想說 那也算了 就住下來 去廁所準備洗澡啊 看著鏡子 把耳環的時候 一抬頭 鏡子裡面後面站了一個人 鏡子裡突然出現人影 這間詭異的房間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上面的顏色 一塊一塊不均勻的暗紅色 加咖啡色 你說不出來是茶字 還是有咖啡倒在那邊 還是什麼東西 口水吐在那邊乾了 反正一塊一塊就是沒人洗嘛 那這個女生想說 那也算了 就住下來 去廁所準備洗澡啊 看著鏡子 把耳環的時候 一抬頭 鏡子裡面後面站了一個人 後面站著一個女孩子 對人很小 就很明顯的是一個 泰國女孩子 穿著傳統服裝的樣子 看著她 那這個小女生 當然是馬上就尖叫 一個人住的房間 衝到門口 準備開門出去 那開的時候很奇怪 門發現是一直卡住 開不了 那時候她就聽到後面 這個泰國女生 在她後面就一直尖叫 叫她整個耳朵 頭痛受不了 暈倒過去 再醒來的時候呢 這個小女生 是躺在自己的房間沒錯 三四隻手呢 被綁起來 然後動彈不得被綁住 躺在自己床上 然後她看著天花板想說 我怎麼會在我房間被綁起來呢 這時候呢 她旁邊就走過來這個 穿泰國服裝的這個女生 手上拿著一把刀 看著她 就開始朝她的肚子切下去 就開始切 一直切 切到她的這個整個腸子血 全部都流出來 流到床單上 跟床單的顏色融為一體 原來床單的顏色 其實就是血乾了的顏色 那講到這邊的時候呢 小如講到這邊 那其他的女生都很害怕 想說那... 好啦... 就這樣子嘛 那應該是掛了吧 這個女生 應該是死掉了吧 然後小如就說 對啦 她是死掉了 她是已經... 已經身亡了 但是奇怪的是 旅館發現請警察來相驗的時候 其實呢 她是拿刀 自己剖自己的肚子 把自己的肚子切開 是自殺死亡的 那四個小女生講到這邊 沒講什麼話 收拾一下心情 突然這個飯店的電話又響了 然後小如把它接起來 喂 電話那邊說 我死了嗎 我還活著耶 你們活得了嗎 小如聽到以後 掛到電話馬上大叫 一大叫之後 房間又響起了一陣音樂 手機的鈴聲 鬼來電的聲 問題是這四個小女生 沒有一個人的手機在響 全部的人聽到這個音樂 停了兩秒之後 然後尖叫衝出去 這四個小女生衝到門外 一衝到門外 看起來有一個 穿到泰國服裝的女生 站在門口 也是看著她們 四個小女生趕快跑到隔壁 一直敲... 因為隔壁是男同學的房間 就一直敲... 好不容易男同學開門了 讓他們進去 這四個小女生 就住男同學的房間 待了一夜也不敢睡 隔天出來了 回自己的房間看一看 裡面本來行李 大家排得好好的 鞋子排得好好的 現在被弄得亂七八糟 鞋子整個被丟 行李整個被翻出來 然後她們就看到這個景象 也不敢多說什麼 趕快收一收 趕快退房 至少人是平安的 對啦 這個... 這個我們常常講 其實你講這種 這一類的故事 你真的不知道會... 會不會走來飛 對 對不對 接下來講這個 越來越恐怖了 就像剛剛玉琳哥講 畢業雨仙晚上 大家不是講鬼故事呢 就是夜遊 但是最恐怖 而且最神經是幹什麼呢 這段事情也有上過社會新聞 那個學校呢 他們就是花冬三日遊 然後先到花蓮 剛剛有講過 畢業旅行一般飯店 都不能住太好 因為就是要便宜嘛 大概三級二級 那個飯店呢 就已經客滿了啦 所以他們這個學校呢 在分配房間的時候 有一點麻煩 就是... 就是那個... 這一班四十個人 那也只能夠 四人住一間... 但是這樣子 會有三個人 多出來的 那飯店只好加開房間 他們有一個房間 是比較廢棄一段時間的啦 就是沒有在租人的啦 沒有在使用 沒有辦法嘛 那既然你們多一個人 多三個人出來 還是就為你們開放吧 只是說因為 比較久沒人在住 比較稍微有點老舊一點 要多單待一點 好啦 那對於學校來講 那誰要被分配到那間啊 對啊 所以就抽籤嘛 那抽啊抽的呢 正好他們班有三個人 在班上是惹人厭的那一種 沒人遠的啦 這三個人就被分配到 310號房 其他人就是從301到309嘛 他們的房間就在310這樣子 故事呢 就從他們入住房間開始啦 這個阿國呢 跟這個另外幾個 三個同學 他們在班上算是比較正常的那一種 是 那進了房間以後呢 就覺得這個房間呢 透露著一種詭異的氣息 那房間呢還算高級喔 常常掛了一些那種 仿世界名畫的這個畫作 很多飯店喜歡這樣子嘛 是 就是模仿一些世界之名的畫作 你會看到蒙娜麗莎的微笑啊 你也會看到什麼十歲啊 什麼這一種 負客版 那這個阿國對畫是相當有興趣啦 也有藝術天分 模仿的是還不錯 可是他覺得畫裡面有玄機 倒不是畫本身隱藏什麼樣的線索 是 而是他覺得畫後面一定有什麼古怪 他就把一幅畫拿下來 拿下來 轉過來看 畫後面貼了一張幅 畫後面貼幅 該不會每一幅畫都有吧 他就通知室友 室友說真的假的 打開...都有 趕忙到隔壁房間去告訴大家 你們房間有沒有幅啊 他們也看 後面也是有幅 然後有的是那個床頭 床頭靠牆的那個理側 也有幅 然後隔壁房間... 也都有這樣一個狀況 他們想說這個還得了 這個要不要通知老師 這地方不能住人 可是不能住人怎麼辦 你現在畢業旅行的旺季 也不可能換飯店嘛 那說的也奇怪 大家在那邊一輪紛紛的時候呢 就是沒有看到那三個 討厭鬼三人主 就是住在310號訪那三個人 正在講的時候呢 就看到一個黑影跑過去 討厭三人主其中一個叫駿安的 那後面一個人在追他 討厭三人主之二 一個叫顯金的 顯金在追那個駿安 叫大家說抓住他... 他一氣笑了啦 那大夥人呢 一擁而上壓住他 壓不住耶 那幾個壓住他 都還是那個打籃球的 壓不住一個瘦小的駿安 那駿安把他們躺開 那大家想要快得了 更多人就一擁而上把他抓住 然後問那個顯金怎麼一回事 你們現在在搞什麼 顯金說拜託... 你們陪我們一起回房間好不好 他說啊 他們三個人啊 在房間裡面玩蝶仙啊 那個蝶仙都還沒有歸位喔 這個駿安就不玩了 人就跑了 那駿安為什麼不玩 他說駿安呢就是傾笑 不曉得中有什麼鞋 一夥人就是有點害怕 但是呢就覺得說 就說好 那我們陪你回310號房 看看好了 那個310號房呢 隱身在一個安全門的後面 哪有房間還藏在安全門後面的 這古怪嘛 那不管啊 就推開安全門 然後進了310號房 裡面呢 那個一個叫老鼠的 就是三人族的 喵氣 喵氣已經坐在床底下 然後在發抖 發抖 然後旁邊一個桌子 果然有 沒有請歸位的蝶仙 沒有請歸位的蝶仙 那大家氣嘴巴說 說你們怎麼搞 怎麼玩蝶仙玩到沒歸位啊 他們說啊 他們在玩蝶仙玩... 然後呢 就說 就說你是那個 玩蝶仙對機會什麼 就問人家那個... 你怎麼死啊 結果呢 他們就是問說 先問人家是什麼性別 女生 然後接著這個 剛剛那個 發狂重寫那個駿安 還接著問說 那你怎麼死的 那走... 就走到一個沙 一走到沙的時候呢 這個駿安就整個大發狂 觸犯蝶仙罪忌諱的問題 同學就突然抓狂 驚悚局面該如何收拾呢 那走... 就走到一個沙 一走到沙的時候呢 這個駿安就整個大發狂 所以他會跑出去 所以他們現在要把他抓回來 然後呢 大家想說要怎麼歸位 對 要怎麼歸位 結果大家在按著讓他歸位 那正在講的時候呢 那個蝶子自己已經開始在動了 沒有人碰那個蝶子在動喔 那他們二話不說就壓住他 他們呢按住那個蝶子 按著按著呢 那個蝶子左右動... 完全無法控制 然後接著那個蝶子呢 完了 還得了啦 完蛋 大家都知道 完蝶仙完到不歸位 已經夠嚴重了 如果完到連蝶子都裂掉的話 或者蝶子翻過來就完蛋 那勢必會受到很大的詛咒 非死即傷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阿國呢 阿國很清楚的感覺到 整個的氣氛已經變了 燈本來亮亮的 開始就變昏暗了 其他人呢 就一種 就開始那個眼睛往上掉 那有人呢 是縮在角落裡面 那只有阿國呢 還比較正常一點 可能八字比較硬 可是呢 即便是他八字這麼硬的人呢 他也看到隱隱約約 有一個女生留著長頭髮 然後伴隨著水聲 從浴室裡面 走...走...走出來 那阿國這個時候想說 怎麼辦... 他用最後的力氣 直接裂開 他用兩隻手指頭按住 看蝶仙你到底要怎麼樣 蝶仙呢 被他按住以後 還真的要再走喔 開窗 一直不斷的反覆在開窗 開窗這樣子走 開窗到底什麼意思啊 然後他不是說 有個女生已經慢慢的靠近他了嗎 那個女生也在跟他講 旁邊那些中邪的人 不約兒童 好像在參加競選大會一樣 開窗... 他把窗臉一拉開 嚇壞了 那個窗臉這樣嘛 窗臉一拉開發生什麼事 窗臉的那個背面 貼滿更多 滿滿的 貼滿服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一打開以後呢 那個落地窗的外面 站了一排 站了一排女生 要進來 全部都跟剛剛從浴室走出來的 樣子是一樣的 然後那些人呢 一直在拍打那個窗戶 拍打那個窗戶 一直在拍打那個窗戶 那阿果大概知道怎麼回事了 應該就是說這個房間裡面 困住了一個人 那他的同伴在外面 那他可能這麼多年下來 想要出去出不去 因為被泰國府震住了 所以阿果呢 一推開 一陣風 就灌進來 他就看那個房間裡面的女生 彷彿是被那個吊鋼師一樣 咻 就拉出去了 一拉出去以後呢 那外面的那些那個女生呢 也就全部都推掉了 就是妳想要把他接走 對 要把他接走 後來他們輾轉得知 這個房間裡面呢 在很多年前 發生過一件長案 五個女生 同住在這個房間裡面 然後被兩個變態男生 闖進房間裡面 那當中有四個 可能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就可以離開這個房間 剩下這一個 剩下這個 來不及逃脫的時候 就被店方啊 飯店的業者啊 用重重的這個符咒呢 給那個困住 困在裡面 是 那個常常我們看到那個 畢業旅行的時候 永遠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樂極生悲 所以在玩的時候呢 還是要注意安全 然後不要玩那些 太怪異的事情 讓畢業旅行成為一個 美好的回憶 今天謝謝大家 Ackman 摔下